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要揭示一位前总统的幽默挑衅 根据报道 乔治 W.布什在私人演讲中调侃了拜登和特朗普的年龄 称这两位过于年迈 无法升任总统之职 甚至自我嘲讽道 我比这两位候选人都年轻 但我也太老了 布什退休后以绘画为主 对政治少有评论 但在2020年并未支持特朗普的连任 虽然布什公开场合很少提及特朗普 但在宾夕法尼亚州暗杀企图事件后 他魄力发表声明 赞扬特勤局的迅速反应 这两位共和党前总统在政策和观点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布什曾在91后进军中东 而特朗普则公开谴责这一行动 此外 布什在私人场合为共和党候选人筹款 并曾在2016年支持弟弟解步 布什竞争共和党初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 本节目致力于呈现最新的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则来自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该媒体以其独立和基于事实的新闻报道而闻名 根据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前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一次私人演讲中 调侃了现任总统乔·拜登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高龄 这位78岁的共和党人和特朗普同龄 尽管在美国政坛退居幕后 他在付费演讲中常常以这些玩笑为娱乐 布什曾开玩笑说 特朗普和81岁的拜登都过于年迈 已经不适合担任总统 甚至还自嘲道 我比这两位候选人都年轻 但我也太老了 布什在退休后主要从事绘画工作 对当前政治事务的评论非常少 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并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连任竞选 这与大多数前总统在离任后的行为有所不同 布什的前新闻秘书阿里·弗莱舍解释了布什保持沉默的原因 称布什认为 总统的工作本身已经非常艰难 他不希望通过公开评论 使任何人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弗莱舍称 这是布什的老派作风 非常优雅 并且符合布什一贯的风格 尽管布什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特朗普 但在上周六宾夕法尼亚州 发生的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之后 布什破例发表了声明 表达了对特朗普安然无恙的感激 并对特勤局的迅速反应表示赞扬 这显示了即使在存在显著政策和观点分歧的情况下 布什仍然对国家安全事务保持高度关注和尊重 布什与特朗普在许多政策和观点上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特朗普曾公开批评布什在91恐怖袭击后 做出的中东政策决策 特别是美军进入阿富汗和后来的伊拉克行动 特朗普在2021年曾表示 布什的总统任期是失败且乏味的 他不应该对任何人说教 这一言论是对布什将基地组织恐怖分子 与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暴动中的政治极端分子 进行隐晦比较的回应 自离任以来 布什在私人场合 为他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举办了众多筹款活动 特别是在2016年 他支持他的弟弟捷布布什 后者在共和党初选中与特朗普竞争 布什甚至参加了捷布的一次集会 但捷布最终未能赢得初选 当特朗普胜选后 布什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 但在听完特朗普的演讲后 据报道他对其他参加者开玩笑说 那真是一些奇怪的东西 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则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中 代际之间的复杂关系 首先 布什的幽默和自嘲显示了 他对自己年龄的清醒认识 同时也反映了 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某种无奈 作为一位退役的政治人物 他选择在付费演讲中 以轻松的方式来表达 对现任和前任总统的看法 而非通过正式渠道 这种做法体现了 他对公众生活的某种距离感 也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以避免卷入当前激烈的政治纷争 其次 布什与特朗普之间的显著政策 和观点差异 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的分歧 布什作为传统保守派的代表 曾领导美国在91后的反恐战争 而特朗普则代表了共和党内的民粹主义派系 主张美国优先的政策 两者在对待国际事务 经济政策和移民问题上的分歧 反映了共和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不仅影响了共和党的政策走向 也对美国的整体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布什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发表声明 表达了对国家领导人安全的关切 显示了即使在具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 对国家安全的共同关注 仍然是所有前总统的共识 布什在声明中对特勤局的迅速反应表示赞扬 凸显了他对国家安全机构的尊重和支持 这种态度在当前美国政治激化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珍贵 另外布什选择在私人场合 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这种低调的支持方式反映了 他对当前政治环境的谨慎态度 他在2016年公开支持他的弟弟捷步不实 但在特朗普胜选后仍然出席就职典礼 并对演讲发表幽默评论 这种行为显示了他在个人情感和公共行为之间的平衡 布什的这种平衡态度 既维护了他作为前总统的尊严 也避免了与现任总统的公开冲突 总的来说 布什的言行反映了他作为一位前总统的独特位置和态度 在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时 他选择以幽默和低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既不是尊严又保持了独立性 这种态度在当前美国政治高度激化的背景下 或许可以为其他政治人物提供一些借鉴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会继续深入探索更多有趣的话题 敬请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乔治、W.O.布什在一场私人演讲中 开玩笑说巧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年龄问题 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布什是一位78岁的前共和党总统 既与特朗普年龄相仿 也比现任总统拜登年轻几岁 根据报道 布什在这些付费演讲中 经常调侃两位候选人的年龄 并指出 他们可能因为年龄过大 而无法胜任总统的繁重工作 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幽默地说 我比这两位候选人都年轻 但我也太老了 布什在退休后 主要专注于会话 很少公开评论政治人物或时事 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并未支持特朗普 这一点也显示了 他在政治上的某重中立态度 他的前新闻秘书的阿里 弗莱社解释说 布什避免公开评论的原因 在于他认为 总统的工作已经够困难了 不应该再增加更多的压力 无论是对朋友还是敌人 这种态度被称为非常老派和非常优雅 然而 布什并非完全避开公共场合的政治表态 例如 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一起 针对特朗普的暗杀未遂事件后 布什发表了声明 表示对特朗普安然无恙感到欣慰 并赞扬特勤局的反应迅速 这一举动显示出 布什在关键时刻仍会表达立场 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和前总统安全的问题 乔治 W 布什 和唐纳德 特朗普 在政策和观点上有显著的差异 布什在90亿恐怖袭击后 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而特朗普则对这些行动 表示强烈谴责 认为布什的中东政策是失败的 在2021年 当布什隐秽的将基地组织恐怖分子 与2021年1月6日 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极端分子 进行比较时 特朗普也曾公开批评 布什的总统任期 自离任以来 布什仍然积极参与 共和党内部活动 为他支持的候选人 举办筹款活动 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 布什支持他的弟弟的捷布 布什并参加了他的集会 不过当特朗普最终胜选后 布什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 但对特朗普的演讲风格表示疑惑 甚至开玩笑说 那真是一些奇怪的东西 总的来说 乔治、W、布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 他在政治上的姿态 既保持了某众老派的优雅 又在关键时刻 不忘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这种平衡 使他在退休后 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 和媒体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布什调侃拜登和特朗普的年龄 绝对是很幽默的一件事 毕竟 他自己也是78岁的高龄 正如莎士比亚所言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布什的这个演讲完全是他在舞台上演绎的幽默角色 而且 总统的工作确实需要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关注候选人的年龄问题 根据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数据 随着年龄增长 认知能力下降确实是个普遍现象 哈哈 楚天书 你这么说可真有意思 但也别忘了 年龄仅仅是一个数字 经验才是关键 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不这么认为 老将们在政治舞台上有着丰富的历练和智慧 普鲁塔克曾经说过智慧来自经验 你不能否认 这些年长的政治家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 很政治智慧 再说了 如果我们根据年龄来排除候选人 那么许多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都会被排除在外 比如丘吉尔 他在二战时期已经65岁了 谢琪琪 你说的有道理 但你不能忽视体力和思维敏捷的重要性 年龄大的领导人可能会面临健康问题 这对执政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拜登已经历了多次体检 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还记得里根总统吗 他在任期内就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 这对于国家的决策能否高效执行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 所以年龄确实应该是一个考量因素 特别是在这样高压的工作环境中 哈哈 楚天书 你这种以貌取人的观点可不行 要知道 许多年轻领导人也未必能承受的助压力 比如甘乃迪 他在任期间也面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事实上 经验和智慧可以弥补健康上的不足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智慧是知识和经验的结晶 拜登在国会有着数十年的经验 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处理能力是无可比拟的 况且现代医学的进步已经让很多高龄人士能够保持健康和活力 所以高龄并不一定意味着无法升任 谢琪琪 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无论经验多么丰富 体力和思维的敏捷性同样重要 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 年龄对决策的影响是显著的 特别是在需要迅速应变的情况下 而且现代政治不仅仅是经验的比拼 更是对未来的愿景和创新的测试 看看年轻一代的政治家 他们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或许政治舞台真的需要一些新鲜血液来注入活力 哈哈楚天书 看来咱们是个执意词了 不过总的来说 无论是高龄还是年轻 真正重要的是领导者的能力和敬业精神 毕竟 亚历山大大帝在20岁就开始征战四方 取得了无数的成就 而丘吉尔在75岁时依然领导英国走出二战的阴霾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的领导者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评价 而不是仅仅根据年龄 最终人民的选择才是决定性的 正如林肯所说 政府是民有 民智 民想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个选择